第802章 开明智 有这想法的自然不止温体人一个 他们实在看不明白 眼前这东西如何当得起绝世重宝这四个字 就算最擅长拍马屁的曹化淳 此时也愣住了 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为好 不过他终归是功力深厚 知道这东西肯定是皇上的心血之作 否则也不至于这几个月一直在殡杖局 于是 还是他带着好奇之色 开口问奏道 陛下不知此乃何物 奴婢见识浅薄 还请陛下介绍一二 崇祯皇帝听了 脸上带着微笑 点点头说道 这个东西 你可以叫他能量转换装置 但更通俗一点的说法 叫蒸汽动力机器 简称蒸汽机 没错 他这几个月挤出时间 一直在殡杖局 和最好的工匠一起 就是在搞着蒸汽机 知意行难这个词 在这段时间内 算是体会到了 蒸汽机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 不过真要做出一个能用的 却还有不少的功夫 也亏了崇祯皇帝的灵魂 来自后世 不用像原本历史上那样 一步步地去摸索创新 否则的话 这个大约一个世纪后才出现的家伙 是不可能提前出现在大明的 听他那么一说 院子里这些大明最高级的官员 还是一头雾水 皇上啊皇上 您说的每个字 我们都听得懂 可这连起来咋就不明白了呢 这些人 就算个个是进士出身 可此时一个个都颇为尴尬 是点头表示明白好呢 还是摇头继续问一下好呢 要说点头表示明白的话 万一皇上 让自己给同僚介绍下怎么办 或者同僚问自己怎么办 要是摇头表示不清楚的话 皇上说的意思 似乎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好歹自己学赴武车 怎么好意思再说不懂呢 这一次 连曹化纯都在犹豫 不过终归是有人开口了 他就是醉喜这些事情的礼部尚书徐光启 陛下 这蒸汽机是微臣第一次见 不知其原理是什么 好处又在哪里 如何当得起绝世重宝四个字 崇祯皇帝一见 赞赏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自带谦虚好学的光环 其他臣子听他问了出来 就都等着皇帝介绍一二 其实 最核心的原理很简单 朕可以给清等一个示范 崇祯皇帝早就准备着了 立刻向工匠一示意 其中一个工匠 马上反身 进入屋内取取东西了 院子里的众多臣子一见 都好奇地盯着那处屋子 想着最核心的原理是什么 肯定是非常新奇的东西吧 自己要是见过 总能猜出一二 可眼下去是一头雾水 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是 等那工匠返回的时候 却是端过来一个炉子 底下有火炭 上面摆着一个酒壶 里面的酒已经烧开 散发出浓郁的酒香 这下 所有人都傻了 皇上啊皇上 说好的 要看能量转换装置 最核心的原理 您却让工匠煮酒干什么 难道是在这大冷的天 要煮酒论道 亏得这些臣子的城府都够深 没把心中这话表达出来 只是用眼睛盯着那个炉子 看着皇上会有食妖动作 崇祯皇帝等工匠摆好之后 就用手指着那个酒壶说道 诸位爱卿 这个看清楚了吧 在座的这些人 可能从来没去过厨房 可煮酒这个 却是常做的 古代多喝黄酒 而黄酒是烫得最好喝 必然是在酒席边上烫着的 因此 皇帝问了 他们就都点点头 于是 崇祯皇帝又一事意 工匠便上前 把一个专门的塞子 塞进了湖嘴 把他给堵上了 于是 很自然的 蒸汽没处可去 就把湖盖给顶上去了 看到这里 这些十七世纪初期的人 哪怕各个学士渊博 他们也想不明白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 值得皇上如此示范 会是什么绝世重宝最核心的原理 唯有徐光启 陷入了沉思当中 不时看看酒壶 又去看看边上那个大家伙 诸位爱卿 谁能按住这个壶盖 崇祯皇帝用手指着 笑着问道 还真别说 这些臣子中有不少人 觉得有点不以为然 按住怎么了 以往的时候 他们是只管喝酒 那会去煮酒 那是仆人做的事情 就算自己想雅致一番 亲自动手 也不会去想着按壶盖 还是曹化淳开口 顺着皇帝话里的意思 主动上前接活道 陛下 要不奴婢过去试试 崇祯皇帝觉得有曹化淳在场 自己想做什么 就很顺其自然 很舒心 就微笑着点点头 于是 在众多大臣的注视下 曹化淳上前去按酒壶 他从话里琢磨出了皇帝的意思 似乎这个壶盖不容易按 因此假装很用力地去按 让皇上能接着把话往下说 他没想到 按了一下后 就感觉茶壶里有股越来越强的力道 似乎要用力把壶盖顶起来 最后 他都不用假装去表演 而是真得很用力去按壶盖了 这么一来他心中就好奇了 有心较量下 就再用力去按 可是 越是如此 这酒壶里面的力道 也越来越强 私里见丙比太监们 看着他们的头在按酒壶 看他那表情 在偷偷瞧瞧边上的皇帝 正笑得开心的神情 心中都有一种名物 要说能哄皇帝开心 自己还是嫩了点 曹化淳的身份摆在那里 因此并没有坚持多久 暴露自己的丑态 很快就松手 胡盖就立刻被顶了上去 就见曹化淳向崇祯皇帝 真心实意地奏道 奴婢实在坚持不下去 这酒壶中的力道太大了 一听这话 不少大臣心中诽谤道 你装 你就装吧 就知道哄皇帝开心 崇祯皇帝眼角扫过全场 知道他们的心思 因此 让曹化淳退下 又让其他几个臣子上去试了试 直到全场都在惊讶之色 想不明白这是何道理时 他才微笑着说道 这就是蒸汽机的最核心原理 火炭燃烧产生能量 这个能量把酒水烧开化为蒸汽 而蒸汽在容器内越来越多时 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力道向外泄出 如此就把胡盖顶了上去 产生了力的作用 他必须详细地解释一番 让这些臣子能明白基本原理 非如此不能开启明智 他相信 这个时代的人不是不聪明 而是缺少一颗实验的心 第803章 切记不可固步自封 相信这个由蒸汽产生的力道 你们都已经体验过了 崇祯皇帝带着微笑 扫尸这些大名高级官员道 可你们想过没有 这个力道 能不能用到我们让他用到的地方 听到这个问题 一众臣子一脸茫然 这力道还能用到 想让他用到的地方 怎么可能 就算是徐光启 也是带着疑惑之色 崇祯皇帝看到这里 心中不由地叹口气 自己这番话 在之前对这边的工匠说的时候 反应就比他们要好 要让他们想出什么 怕也是难为他们了 于是 他不等臣子回答 就举例说明道 比如 把这个力道 用于提取重物 当铁锤锻造东西 又或者当马拉车 当人划船 听到皇帝说这些话 温体人等人 一脸匪夷所思 这怎么可能 皇上 能不能说话 不要这么天马行空 竟说些不现实的话 听着好像不可能 对不对 崇祯皇帝却料到了 他们会这么想着 突然问了一句 让这些臣子一时之间 感觉颇为尴尬 以他们的理解力 听到这里 自然是听出来 皇上肯定是有办法实现的 可自己怎么都想不明白 怎么实现啊 陛下 臣或者知道了 徐光启忽然满脸惊喜 终于开口说道 就类似水车 那是落水的力量 带动了水车 这个是蒸汽的力量 或者也可以带动水车 崇祯皇帝没想到 还是有人能明白自己意思了 看到是徐光启 想起他好农事 估计水车什么的经常有打交道 因此就想到了 还不错 于是 他就赞许地点点头道 对 这个蒸汽机的关键 就是如何把这个力道 稳定安全地转化为别的力量 说到这里 他也不再给这些 十七世纪的人上课了 指着那台庞大的蒸汽机说道 轻等看到的这台蒸汽机 是朕让他们几个最好的匠师 一次次改良 连续几个月 可以说是 完全是纯手工打造出来的 不过朕还是不满意 因为这台蒸汽机 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能量转换的效率也太低 很多地方还达不到应用的要求 而且 这成本太高了 说了那么多的缺点 可他的脸上 却是带着微笑 让这些臣子明白 皇上怕是心中还是得意的 崇祯皇帝说完之后 用手试一下工匠 而他自己 则转身 对院子里的大名臣子说道 接下来 正让他们给清等示范一下 温体人等人听了 都有些好奇的 看着那几个工匠 开始忙碌起来 发现他们是在烧火煮水 之前因为看了酒壶的实验 他们对此 心中已经大概有数 很有兴趣地看着 蒸汽冒出很长一会时间后 温体人等人没看出别的东西 就看到这台蒸汽机 连接着的一个大的铁块 被拉起来 然后砸下去 拉起来 又砸下去 这期间没有人去拉动那个铁块 只是烧火而已 一如皇上所说 那个蒸汽产生的力道 是去拉那块大的铁块 一下一下的 还真是稀奇了 竟然真得做到了 温体人等人心中惊讶 不过随后又疑惑了 可是 这有什么用 或者就知道 他们会这么想 工匠们并没有停下 又拉来 一个铁针放在下面 另外 有人加了个红烧的铁棍过来 就放在那铁针上 任凭那铁块落下 一下一下地 砸在烧红的铁棍上 演示到这里 崇祯皇帝便一挥手 让他们退下 同时蒸汽机熄火 而他则转身 看着这些臣子道 这个还有很多缺点 比如 力道的控制 不能想要多少就多少 不能像铁匠自己亲手锤打一样 随心所欲的控制力道 说到这里 他的脸色忽然变得严肃了一点 带着威严 大声说道 不要小看 这只是代替了铁匠的锤打而已 似乎有点微不足道 但朕要告诉朱青的是 刚才朕所说的那些力道的表现方式 都是能实现的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 一旦将来某一天 朕刚才所说的那些 真能实现的时候 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温体人一听 立刻在脑中出现一个画面 一辆很大的车 车夫不再赶马 而是在前面烧着柴火 然后这个车子就往前走了 这个画面太美 他有点不敢想象 其他臣子大概想了下 脸上各自表情不一 反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惊讶 远远没有达到崇祯皇帝的预期 于是 崇祯皇帝只好补充道 朕可以告诉你们 朕会继续改进蒸汽机 以后用这个蒸汽机拉的马车 后面的车厢 可以是现在马拉的几倍 甚至几十倍之多 还有 用这个蒸汽机作为动力的船 只有有足够的燃料就行 将不再受风力所影响 想什么时候开船 就什么时候开船 他只是举了这么两个例子 温体人等人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崇祯皇帝期待的那种惊讶 这种 可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要再不大吃一惊的 那就怪了 徐光启最先回过神来 激动地确认道 陛下 这种蒸汽机真能拉动十几倍的车厢 嗯 十几倍还是朕往勺里估计的 崇祯皇帝看着他 点点头道 以后在改进之后 朕相信 就算是满载货物 也能一次拉多个十来车不成问题 到时候 拿来北往的货物 还有人 全都可以由这种蒸汽机不分昼夜的拉动 用马拉的话 负重有极限 而且马要休息 还要吃饲料 这成本很高的 可这蒸汽机 只是吃木头 煤炭而已 要真可以的话 徐光启顺着这思路想着 顿时就惊呆了 崇祯皇帝看看达到自己的效果了 便笑着说道 朕说这是给大明 给朕之子民的绝世重宝 应该不为过吧 陛下 这真是绝世重宝 绝对是绝世重宝 曹化纯又是第一个回应道 其实 蒸汽机是工业革命的原动力 还有好多应用没说 不过 如今已经足够了 崇祯皇帝看着他们道 朕之所以给你们展现着蒸汽机 是想要朱青事先了解一点 以后我们大明将会日新月异 朱青虚得跟上步伐 切记不可固步自封 只图眼前利益 第804章 假意招服 说到这里 崇祯皇帝又提高了一些声音道 朕让朱青开眼界 是希望朱青不要再被以前的见识所局限 不要在一个碗里抢时 因为朕会给朱青一个锅 大明的未来 如今天 见识这蒸汽机之前一般 是朱青绝对难以想象的 或者觉得这么说 有点让人难堪 崇祯皇帝便和缓了点语气说道 当然 朕不是说朱青 这番话 是要朱青去 传达给下面知道 朕只要见到一个 不要内耗 不要想着做国法不容的事情 朕会给大明人一个从未想象过的光明未来 臣等谨遵圣意 温体人等人听到这 心中松了口气 连忙齐声回应道 敲打了一番 崇祯皇帝便笑着说道 好了 接下来 朱青就回家过个好年吧 现在西北臣服 何套掌握在朝廷手中 秦境灾民问题 算是得到缓解 辽东也打了几个大胜仗 眼下黄太极 正在上演轻功闹剧 一切看来都还不错 这个年 该是能好好过上一过了 崇祯皇帝这么想着 可实际上 往往美好的 只存在于愿望之中 在他让大臣过好年的时候 远在南边的福建巡抚衙门大唐 却没有一点要过年的意思 反而权势人 各个神情严肃 气氛有点紧张 大唐主位上 坐着的自然是福建巡抚孙传婷 他到任后 杀戮果断 用自己 从山西带来的军队 硬是狠狠整治了一番路上治安 也算是建立了自己的威信 不过此时 他同样神情严肃 看着下面 大声说道 贼手留香猖獗已久 无奈本官手中没有可用水师 如今竟然变本加厉 竟然要求本官开始前些日所抓之贼寇 如若不然 必攻打我沿海周线 诸位可有良策应对 福建的海岸线很长 而海盗在海上纵横自如 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地方进行攻击 让人防不胜防海盗一多 以前的一个应对之策 是下令诸船不得下海 让海盗抢无可抢 也没有财力 兵源可补充 这就是以前会海禁的原因之一 还有 在加进26年 朱丸任敏着巡抚 对猖獗一时的海盗 进行围剿 也是其用心又有能力 于是 在加进27年 捕杀当时有名的海盗头子李光头 许栋等 杀意紧百 以紧效尤 但谁知在加进29年 朱丸却被误以善杀的罪名 要抓他治罪 劳行劳力 却换来了这么一个结果 朱丸绝望之下 在即将逮捕治罪时自杀 从此 朝廷罢涉巡视大臣 也是导致海禁的一个著名例子 不过 如今朝廷刚刚下旨要开海禁 而孙忠诚显然是专门为开海禁而来 自然不可能采用这种对策 更不会担心 皇上会对待朱丸一般对待 再者说了 天塌了 自然有高个子顶着 有事肯定是孙忠诚先有事 因此 其他人倒是能认真在做事 当然 这和他们屡屡和海盗冲突有关 衙门里告状 要求主持公道的有关海盗的案子 越来越多 治下百姓时常被海盗祸害 这桩桩渐渐都有让地方官想倾搅海盗 还海面一个安宁的动力 当然 这个说好听了是看不得治下之名 不得安生 说难听点 也是影响个人政绩 影响了个人的前途 然而 对付海盗最好的手段 乃是派出水师禁脚 可此时福建乃至这敏月三帝最强大的水师 已被朝廷征调到北方去了 紧留的那点船 都留在重要港口 配合岸上防着海盗而已 并无主动出击讨伐海盗之力 这个客观困难的存在 让大唐内的一众文武官员都保持了沉默 孙传廷见此 眉头微皱 心中也是明白 这些手下不说话的原因 便又开口补充到 福建水师已经南下 还有半个多月便会到达 不过周师劳累 也不可能立刻便能进脚海盗 听到这个消息 唐下这些人眼睛顿时一亮 要知道 如今的福建水师统领 可是郑之龙 他在以前是最大 实力最强的海盗 据说和这个流香 还是拜靶子兄弟 要是他回来进脚流香的话 知己知彼 当有胜算的 这一下 唐下的气氛明显缓和了一点 不少官员都互相看看 似乎有了想法 最终 就见一名文官出列 向孙传廷禀告道 忠诚大人 下官以为 可先稳住流香 使之这段时间内能安稳一点 不致荼毒百姓 等到水师大军一到 可水路并举 一举平定海扣 如果说海盗提了要求 官府就要听海盗的 把那些贼人给释放了 这种大大有损官府威望 朝廷之威信 没有任何官员会去做的 否则就是自送把柄给政敌 是找死之举 孙传廷看到说话之人 乃是福建参政洪云征 便问他道 如何吻之 洪云征既然出来说这话 自然是想到了对策 因此 就马上回复道 下官以为可假意招府 之如若他同意的话 他的手下自然也能无罪释放 也算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说到这里 他立刻补充道 当然 至于在招府条件上 却是可以谈 一直谈到水师大军抵达 孙传廷到任之后 表现是强势的 对于那些贼匪 不管海陆两地 一律剿灭 因此 在此之前 是没人敢谈招府 不过洪云征的提议 却是假意招府 倒也不怕会让忠诚大人不快 洪诚仇的这个提议 不但能稳住最近的局势 不至于再让人头疼 还能让刘湘放松警惕 使得郑之龙回来后 能更顺利地剿灭他 倒也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因此 他说完之后 立刻有文官康成组 出列复役 武将那边 他们看到两位文官都赞成此事 就都有点异动 想着在忠诚大人面前表现一下 免得忠诚大人 只重用他带来的刘大能 于是 参将夏之本 张一杰等人 也跟着出列 负义洪云征的提议 孙传廷不动声色 心中自在衡量着这事 说句实话 如果能在福建水师到来之前 就剿灭了所有海盗的话 这是他最愿意看到的情况 可如今看来 海上毕竟不同陆地 面对汪洋大海 实在是难以用力 第805章 弄巧成桌 另外 刘大能所带来的军队 也都出现水土不服之迹象 检员比较严重 也影响了战斗力 据本地人讲 北人再难 春夏两季更难适应 特别是所谓 回南天季节 空气之潮湿 更多犯病者 对于这点 刘大能没办法 孙传廷自己也没办法 只能把实在没法适应南方气候的兵族 前返北方 另外再从本地人中征集军族了 当然 之所以能有这个待遇 还是在于 这些军族都是刘大能带来的 也算是孙传廷的可靠手下 否则的话 军集到了南方 除非当逃兵 否则休想再回北方 原本来说 孙传廷其实也可以不用理会贼手刘湘的要挟 有本事就上岸来试试 猫和老鼠之间 除了损坏一些东西之外 到底谁能胜谁 就算有周县背袭 只要县城之类能守住 对于南方沿海来说 并不算大的损失 好歹等到水师归来 到时候 自然就能用兵海上了 可是 孙传廷自身也有压力 不是说崇祯皇帝那边没法交代 他相信自己是聊天群中的一员 崇祯皇帝那边 只要不是大过便不会有事 这毕竟是上天选中的他 让他有和皇帝直接沟通的机会 他的压力 主要来自于他的雄心壮志 想着半年多前 和当时的严随巡抚 红中城 逐九润英雄 结果如今人家 已经是规划总督了 而自己呢 却还未出什么成绩 因此 孙传廷在听到红城仇的消息之后 就严格地要求自己 期望自己能用出众的政绩证明自己 但他身在大明最南方这边 要再想开疆阔土 已是不可能 就唯有从其他方面着手想办法了 此时 他听到红云征等人的建议之后 稍微一沉吟 便脸色严肃地问道 既是如此 而等愿去招服否 一听这话 红云征等人不由地一愣 他们没想到 孙中城竟然直接提出了这个要求 要去的话 这是显然是有风险 搞不好都有生命危险 不过如果自己提出的人都不去 那这个提议显然不好 是乱糊弄人了 这么想着 红云征便没有犹豫 立刻抱拳印道 下官愿望 相信以下官的身份 那刘湘也必然会相信官府之诚意 其他人听了松了口气 参政能硬下来 这就最好了 可谁知 孙传廷在点头肯定了下红云征之后 又立刻说道 好 本官令你为大使 康城组为副使 参将夏之本 张一杰护卫 如此阵容 当更足以表明本官之诚意 使而等能更好地完成此次事情 一听这话 康城组 夏之本 张一杰等人 不由地傻眼了 他们没想到 为了在忠诚大人面前表现一下 附和了红云征的提议 结果却被忠诚大人直接点名 要跟着去留乡那里 这 这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孙传廷是个不苟言笑的人 到了敏帝之后 为了立威 又是铁血作风 如今他说话之时 也是一贯的冷脸 让这几个人 也生不起推脱之心 或者说 不敢有推脱之心 在孙传廷目光的注视之下 只好一个个无奈地领命 坐在上面的孙传廷 又岂会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要真说的话 派出红云征这个参政 已经算是足够级别的了 按理来说也够了 可他孙传廷 就是要把这几个人都派出去 目的其实并不是如同 他说的那样 让刘湘那边 更能相信官府的诚意 而是他要表明 一种态度 在他手下做事 就得言行合一 任何人 想要投机取巧 糊弄于他的人 都不会得逞 他孙传廷 就是要能真正干实事的人 于是就出现了和原本历史上类似的一幕 只是在原本历史上 崇祯五年时 时任福建巡抚雄文灿 无力讨伐刘湘 就用他的老招数 用招服的办法 想招降刘湘 结果刘湘和郑之龙不一样 人家就不想被招安 只是假装答应受招服 结果雄文灿也是 派了参政洪云征 副使康成组 参将夏之本 张一杰等人 到海上刘湘的船上宣誉招服 最终被刘湘把这些人 直付起来 当做了人质 更让人可悲的是 出了这样的事情 雄文灿却是立刻推卸责任 上奏朝廷说 是洪云征等人亲信刘湘 以致自谢 雄文灿最终的结果 也是几年后 又想用招服这招来 平定刘贼之乱 最终死在了招服这一招上 此时 巡抚大堂内 其他高级文官武将 都不由得凛然 他们心中同情 这几个同僚的同时 再次领教到了 这位近人 不同于以往巡抚的作风 不约而同的 他们心中都暗自告诫自己 没有把握的事情 可千万不要乱说 说出的话 要随时承担后果 否则的话 很容易弄巧成招 看来在这位孙忠诚面前 要想有所表现 让忠诚大人赏识的话 必须得十分小心才行了 孙传廷看着底下这些人 冷声说道 开海乃是国策 是陛下重点关注 首府亲自在抓的大事 任何敢阻扰此事者 本官绝不会姑息 朝廷也不会轻扰 但诸位只要在这事上用心了 本官自会看在眼里 也会为他上奏请功 诸位 可记在心里了 下官 末将 记住了 底下文官武将 不敢怠慢 自觉出炼 大声回应道 等出了巡抚衙门 红云征便招呼 康成族等人道 诸位 去本官府上 聊聊招府之事如何 他的官最大 按理来说 这些同僚都会听他的 事实确实也是这样 参将夏之本 张一杰两人都点头硬下 但康成族却是摇摇头 叹了口气后道 下官家有急事 须得急事赶回去 还请洪大人见谅 说完之后 他的兴致很低 匆匆走了 红云征见了 脸色有点不好看 家里有急事 一事之前 就没听他说过 而且看他之前的样子 也不像有事的样子 如今刚意识完了 却说这话 这种借口谁信 不过虽是这样想 他也不好戳破 就领着两名武将走了 再说 康成族匆匆回家之后 就赶紧挑选了些文雅的礼物 又匆匆出门而去 第806章 相信皇上 大概天静傍晚时分 福建巡抚孙传亭 忽然收到手下禀告 说总督府那边派人过来 说是和总督要见他 对于顶头上司何乔远的赵建 孙传亭不敢怠慢 连忙赶往不远的总督府 对于何乔远 孙传亭是比较尊重的 一个是何乔远在福建的名声很好 特别是在士林之中 因为开书院的原因 学生很多 影响很大 二是正因为 有何乔远持之以恒的上书 才有如今开海禁的事情 当然了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也是因为如此 他才会只因为平定留贼的功劳 就从不依附起 直接担任了福建巡抚一职 更是有迹象表明 如果在巡抚位置上能干好的话 等何乔远年老退下之后 就很可能是由他来接替 这将又是他的高升之路 当然了 何乔远对于朝廷把雄文灿给换了 调来孙传亭帮他开海禁的事 也是满意的 特别是孙传亭到任之后 整顿风计 严查贼寇 安抚地方上所表现出来的强势 恰好是他年老而力不从心的方面 因此 何乔远也是颇为欣赏孙传亭 两人的关系也算融洽 这不 何乔远听到孙传亭到了之后 就在后堂接见了孙传亭 就犹如两位好友一样 笑呵呵的 让仆人上茶招待 不过孙传亭心中牵挂着刘湘的事情 又知何总督召见自己 肯定是有事 加上他的性子比较直来直去 耐着性子应付一下后 便放下茶杯 一脸正色地向何乔远说道 不知大人召见下官 是为何事 何乔远听了 忍不住笑呵呵地 用手指着他说道 你呀 还是这么个急性子 这都要过年了 老夫关心 你在南方过得习惯与否 你都没有耐心听 真是枉费了老夫的一番好心 孙传亭一听 脸上稍微露出一丝尴尬 转而又闪过感激之色 而后还是正色说道 大人呵护知情 下官自是明白 心中也是感激 只是如今手中正有要事 因此心中急了一点 还望大人恕罪 听到这话 何乔远终于是点了点头 同样放下茶杯 微笑着说道 老夫知你操心开海一事 这确实是正事 你能把皇上交代的事情 放在心中第一位 老夫也很欣赏 话说到这里 他脸上的笑容忽然没了 替而代之的是严肃的表情 就听他认真地对孙传亭继续说道 可开海乃是大事 万不可操之过急 一定要慎重待之 这一点 你务必记得 下官明白 孙传亭听到这话 心中似乎隐约感觉到什么 连忙回应道 他的态度很好 何乔远的神情 便又放松了一点 语气也和缓了不守 对孙传亭说道 听说你今日决定要假意招服海盗匪首留乡 甚至还要派几名高级文官武将 一起前往安抚留乡 孙传亭一听 心中暗道 果然是为了这事 不过表面上 他不动声色 恭敬地回答道 正是 不妥 不妥言 何乔远一听 立刻摇头说道 老夫对于沿海贼手多有了解 这个留乡 巨傲不逊 从天启六年开始 他就纵横海上 到处劫掠 上自福建常乐 及铜山 古雷 游澳 下至广东海丰一带 有时也上掠至浙江等地 到处都有他作恶之事 他这样的人 是很难招服的 他说到这里 看到孙传亭似乎想辩解 就用手一示意 让孙传亭稍安勿躁 而后 他又继续说道 老夫知道 你想说这是假意招服 并不是真要招安他 而且 这注意乃是洪云征所出 只是为了让刘湘能安分点 让我大明沿海百姓 能安心过个年 等到正知龙岭水师回来 再做计较 这些都没错 老夫也同意你这为民之举 不过有一点 你却是做差了 请大人赐教 孙传亭一听 立刻站了起来 双手抱拳 大声应道 见他如此严肃认真 何乔远反而更放松了些 伸手摆了几下 示意他道 此乃后堂 老夫之话并非以总督身份再讲 无需如此严肃 见此情况 孙传亭只好又坐了下去 不过态度依旧严肃 直着腰杆子 一副聆听上官垂询之态 何乔远见了 拿他没办法 就只好开口说道 你不但派出了参政红云征 甚至还一起派出了康成组 夏之本 张一杰他们 你有想过没有 万一有事 这可是几名大名高级官员一起出事 这是 你能承担后果吗 能 孙传亭一听 毫不犹豫地回答 让何乔远 听得不由的一愣 过了好一会后 他才确认到 你朝中有人 这话也确实在后堂才能说说 从中也能看出 何乔远确实在心中 把孙传亭看得比较重 要是在大堂上的话 他就不会问出这话了 没有 孙传亭立刻回答一声后 或者感觉到何乔远对他的好 便马上补充道 下官相信首府 相信皇上 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 便没其他想法 只要是为开海之事 出自巡抚府 下官自当 承担一切后果 听到这话 何乔远不由地愣了下 他当然不知道 孙传亭最大的底牌 是他在聊天群中 有这个底牌在 不是天塌的事情 他相信不会有事 不过他看到何乔远的样子 就还是解释道 大人 下官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还在于震慑那些办事的人 让他们 在下官的面前 不敢夸夸其谈 下官要的是能做事的人 而不是只会嘴皮子的人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必须要负责才行 何乔远听了 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一丝赞许之色 到这时 他已经明白 什么让刘湘更相信朝廷什么的 都只是表面之言 刚才所说这话 才是真正的目的 想明白了这一点 他又好心地提醒道 既然这样 老夫就不再多言了 只是如此做的话 你却多了一些风险 有点不值得 让何乔远没想到的是 孙传廷的心思竟然想得更远 说出的话 让他再无此想法 第807章 国事 就听孙传廷很严肃地说道 大人 下官以为 开海国策 最大的困难 乃是要完成皇上所期望之税收 等海波平 陆上宁 收税之时 才是压力最大之时 无可靠用心之手下 断然不可能 完成皇上之嘱托 下官既然在皇上面前做了保证 必然不为前路之风险 亦得早做准备 何乔远听完之后 正正地看着他 一时之间没有说话 作为大明文官中的议员 他自然明白 孙传廷所说是对的 其实大明如今之状况 最大的原因就是 收不上税 而皇上对于开海所带来的税收之期望 也远高于何乔远本人的预估 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势必与以前不交税的那些人相冲突 那个群体的庞大 实在是想想都让人感到恐惧 也因此 当初何乔远上开海禁的奏章时 压根就没想过这个 所以 在奏章中 他只预估了每年多两万税赢 如今想来 和皇上 后来预期的目标一比 还真是难以启齿 想了一会 他在打量孙传廷时 忽然发现 皇上最终是派了眼前 站着的这位北人男来 似乎是再英明不过的决断 眼前这人 未雨绸缪 欲试果断 甚至铁血无情 早就做好了得罪 所有人的决心 或者也只有像他这样的人 才能完成皇上的预期吧 一般的人 还真没法做 或者也不敢去做 这么想着 何乔远便点了点头 不再有劝说之意 在陈寅片刻之后 脸上带着一丝诚恳 对孙传廷说道 既然你心中已有决断 那老夫就不多说此事了 不过 你是北人 或者还不熟悉沿海之贼寇 老夫必须提醒你 有一点你 必须要注意的 孙传廷一听 知道总督大人 不再插手自己的事情 心中不由地微微感激 对于总督大人的一番好意 他也露出席耳恭听之态势 认真地说道 下官静听大人教会 海贼之所以能横行海上 而无往不利 原因之一是海陆勾结 或者是 他在岸上有细作 帮其打听官府之动静 探知各地之富庶繁华 而海贼在海上抢得之赃物 亦会通过岸上之人卖掉 其海上补给之物 亦是通过岸上之人 才能获取何巧远说到这里 似乎生怕孙传廷这个北人 还是会不明白 就索性开门见山道 这岸上的人 须得有一定势力 才能做到这些事情 你明白吗 孙传廷其实也知道这点 他所抓获的那些贼人 使得刘湘不惜威胁也要救 他就知道 这些贼人肯定是刘湘在岸上的心腹 不过有一点 他也是听何巧远这么解释之后 才认识到岸上的地方豪墙中 很可能还有和刘湘勾结的人 何巧远说了那么多 而孙传廷又是他开海的左膀右臂 因此索性就又补充到 海贼势力越大 对应起岸上勾结之人的势力 必然也是更大 如今刘湘能做到沿海最大只海贼头子 你千万不可小觑 老夫怕你在巡抚衙门大堂锁定之策 很可能会传到他耳朵里 如此一来 你派去的几个人 危险很大 听到这话 孙传廷是真得吃了一惊 要知道 他召集开会的那些人 可都是大明地方上的高官 如果这样都会泄露消息给海贼的话 那岂不是说明 这些高官中有贼人之同伙 见到他愣在那里 何乔远便知道 他可能没想到这么深 不过也难怪 他是北人 对于沿海之事 肯定不熟悉 于是 何乔远就又微笑着对孙传廷说道 康城族乃是老夫的学生之一 是他来告知老夫此事 但如今 老夫已知你的用意 自然不会劝阻 你且放心去做 老夫是支持你的 不过此事后果如何 最好还是三思而后行 孙传廷一听 不由得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康城组在背后 做这些小动作 他心中有数之后 表面却也不动声色 见何乔远已无其他事情 便站起来告辞而去 回到寻伏府 孙传廷静坐好长一会时间后 终于进入了聊天群 其实 按他的本意 是要做出了成绩 这样才好向皇上联系 此时向皇上联系 又算个什么事情 不过和总督都如此提醒了 他也不是莽夫 只好给皇帝发私聊了 陛下 臣服见巡抚孙传廷 有本要揍 虽然他 已经把大概事情 和他自己的打算 尽量做了简短禀告 可内容还是有点长 让他没想到的是 并没等多长时间 崇祯皇帝就回复他了 清是为朕去办大事的 朕自然会支持清 一切就按清自己的章程办事 如有什么事情 朕都会给轻挡着 一见这条回复 孙传廷顿时心中 涌起一股激动之情 对于皇上的这种信任和支持 他不由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君王以国事代之 某必以国事回报之 大年三十 官府这边和刘湘海贼那里联系上网 也说了招府一事 据说刘湘也是同意 于是 卫是诚意 洪云征等人 就要前往刘湘海贼的船上去谈判招安一事 康城组一听这结果 顿时 原本已经淡定下来的心 就又急了 立刻再次跑去总督府 向他的老师何乔远 禀告这个消息 末了还看似真心实意地表态道 孙中成如此一意孤行 下官倒没什么 鞠躬尽 淬死而后矣而已 可孙中成才刚来闽地 大好局面才刚刚开始 要是为此贬官去职 实在是我闽人的一大憾事 恩师也会少一大臂膀 何乔远很长一会时间没有说话 他没想到 自己说了那么多 各种利害关系都说清楚了 但孙传廷竟然并未改变初衷 看来他的性格还真是执拗 也有点冷血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不惜让手下去冒大风险 这方面 自己是不及他 或许皇上早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把他放过来 到真有可能完成皇上的预期 他自然不知道 正是有了皇上的支持 孙传廷才能顶住压力 继续按自己的想法行事 第808章 老子天下第一 何乔远既然已经给孙传廷许诺过了 自然不会失信 至于康城祖 又不是他儿子 只是他数以千计的学生中的一个而已 既然自己附和了那个提议 身体力行也不能说有问题 于是最终康城祖失望而回 福建外海的一座岛屿上 避风德港湾处 停着大大小小不少的船 码头上 有一对对拿兵器的人在寻哨 不过这些人显然没多少寻哨的心思 更多的像是在散步 甚至有 干脆找个避风地地方在聊天的 听说了吧 官府要来招安我们了 以后过年 我们该是能在岸上过了 一个三十来岁年龄的矮的汉子 海风刮得他身上那单薄的衣服 烈烈作响 不过他的脸上 却带着一丝憧憬说道 是啊 正一官的人可都在岸上混得不错 回老家都很威风着呢 他边上的刀疤脸 点头附和了一声 而后对刚才这矮个汉子道 马三哥 你该快一年没见你婆娘儿子了吧 马三点了点头回答道 是啊 就大半年前偷偷回去了一次 以后不用再这样偷偷摸摸就最好了 你们也别太高兴了 我们大当家的还没答应呢 一个似乎不到二十岁的小年轻 听到他们对话 插了一嘴 泼了凉水道 这还用说 肯定是会答应的了 昨天官府派人来联系的那人 都到处嚷嚷开了 这次官府是诚心招安 甚至连条件都没谈妥 据说就要派几个大官过来了 我们福建道的参政还有参将什么的 那些可都是大官啊 你们想想 要是不成心的话 这些大官能过来吗 难道就不怕大当家的发怒 把他们宰了 刀疤脸有点不屑地 拍了拍小年轻的肩膀 给他提点道 马三也是点点头赞同道 除非我们大当家的 是铁了心要在海上混一辈子 否则被朝廷招安是最好的出路了 说到这里 他停了停后 看了下身边这几个 都是自家兄弟 就压低了点声音诱导 就算大当年不愿意招安 可以要考虑考虑 底下这些兄弟不是 官府既然摆出了 如此诚心的姿态 要是大当家的直接拒绝了 那底下兄弟的前程还要不要了 总不可能大家都愿意 在海上就这么过一辈子吧 小年轻 一听不说话了 因为他没法反驳 他虽然年轻 可至少有一点他还是知道的 如果不是被逼无奈 谁也不想当这种刀口上过日子的海盗 谁都想去到岸上 有老婆孩子 有农田或者渔船也行 那样的日子 才是这儿巴金的日子 当一辈子海盗的 早晚有一点 要丢海里喂鱼 这么想着 他的心也火热了起来 这半年来 大当家的势力越来越大 抢来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大伙儿好歹都有了一点积累 应该能去岸上娶个婆娘了吧 其实 不只是他们 昨天那个官府 使者嚷出来的消息 实在太让人惊讶 这消息就仿佛长了翅膀一样 一下就飞遍了岛上 其他海盗也都听到了消息 有着和他们一样的想法 如今岛上的各个角落 只要有闲着的海盗 都在讨论着这件大喜事 然而 对于这个事情 许香和他们的想法 却截然不同 听到心腹禀告上来的情况 他就不由得大声咆哮 一群鼠目寸光之辈 岸上哪有海上过的舒坦 这可是一条天大的财路 老子如今已比以往壮大一倍有余 如今的海上 老子天下第一 就算是郑医官回来 也敢叫他的船 不敢出海一步 他许香 其实从一开始当了海盗 抢到第一手船开始 就喜欢上了这五本买卖 当官有什么好 不但要给上司赔笑脸 还得各种孝敬 哪像现在 金银珠宝和女人 想要多少都有多少 岸上那些大户人家的闺女 要换了平常是正眼 都不会瞧自己的那些 都不知道被自己换了多少个 想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是这么管 原因无他 就因为自己是无法无天的海上霸王 要不是为自己卖命的手下 被那孙船亭给抓了 都懒得理睬官府 按自己脾气 直接抢他娘的 朝廷开海境 到时候海上船更多了 就会有更多的金银珠宝和女人 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可能放下 且先虚与伪移一把 等把那几个手下救出来 不至于含了为自己卖命的心 就再给官府好好一个教训 他正在想着 忽然有一名心腹手下快步进来 略微带着点神秘之色 禀告道 大当家的 岸上来人了 这岸上来人是特指 刘湘自然知道 是谁派来的人 便立刻让人秘密带过来相见 没一会 就听到了他的咆哮声 好你个狗官 安敢骗到老子的头上来 就真不怕死吗 在咆哮完了之后 许湘似乎是发泄了一番 稍微收敛了点脾气 不过脸色依旧有点猙獰 对那个岸上来的人说道 回去禀告你家老爷 让他尽管放心 就算官府真心想招安 老子也不会答应 白白放弃这个条财路 说到这里 他又有点恨声说道 要是他那把老子的那些心腹捞出来 老子都懒得和他们谈判 压根就不会有这事 说到底 还是他不用谢 非要老子亲自上阵 大当家息怒 那岸上来的人 全身罩着袍子 低声回答道 非是我家老爷不尽力 实在是那几个人 都在巡抚衙门关着 看守的人都是孙传婷 从北边带过来的 那个刘大能 更是他的心腹找压 压根就无处下手 许香有点不耐烦 好不容易等他说完 就挥挥手说道 好了好了 老子知道了 你走吧 老子也不少他的用金 有什么事情 记得尽早传过来 那人答应一声 便又悄悄地离去了 房子里 就听到许香啪的一声摔了东西 而后恶狠狠地说道 竟然赶来骗老子 他娘的真是活腻了 他似乎满腔的怒火 无处可发现 就让手下去 给他带了个女人过去 不过他还未尽兴 就由手下闯了进去 禀告道 大当家的 官府的人来了 第809章 交锋 码头上 两艘海盗船 加着一艘不大的官船 缓缓地靠岸了 都不用人说 不知何时 无数的海盗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拥在码头这边 观看着朝廷的大官 对于他们来说 县令就已经是 难得一见的官员了 更何况来的是 比县令还高好几个级别的参政 参将什么的 据说以前比大当家 还厉害的正义官 在昭安之后 也只是游击而已 还没有这次来招安的 两名武将官贤大 马三他们一伙人 也是早把正式忘了的 一干二净 倒是因为 事先在码头的原因 有了最佳的观看位置 可以把官船上的人 瞧得清清楚楚 看到没有 官府的大官还真来了 马三是他们这对的头 也算是最见多识广的一个 就听他在那兴奋地介绍到 瞧那官府 站在船首那位 肯定就是这次过来 官位最高的参政大人了 没想到 他们竟然真敢亲自过来 那招安这事 肯定是极有把握了吧 如果不是这样 朝廷大官又怎么可能过来 还一下来了四个 这种事儿在以前 可从未有过的 哪怕是正义官 以前被招安的时候 规格可也没有这么高 听到他说这话 刀疤连等人 也都点头附和 他们一个个都很高兴 当了海盗后 还能有一个好的下场 不容易 官船上 福建道参政洪云征 也在打量着贼窝 打量着拥出来观看的 无数贼人 见他们的脸色 就知道事先商定的策略 把这是搞得人人都知晓 这不其实走对了 从过往的经历推测 这许香被招安的可能性 很小 可他的手下去不一样 倒逼回去 至少让许香不敢乱来 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其实 洪云征大概知道 朝廷其实压根 就没有招安许香的意思 该因这许香和郑之龙不同 应该算是个穷凶极恶之徒 至少郑之龙懂得收买人心 虽然郑之龙以前为海盗 但其经常救济于名 岸上的人无不称颂他 并未知耳目 就算是劫船 也只是劫祸而已 很少有殃及船上的人 但这许香却没一个好名声 攻上岸了 就是烧杀劫掠 海上劫掠也是人船都不能免 此时船已靠岸 不过勘押他们过来的海盗 却不许关船上的人下去 说是要等大当家的命令 洪云征也不在意 就站在船首位置 忽然大声说道 二等为道 多因生活所迫 说到这里 他略微停了停 岸上的那些海盗 一听这位朝廷大官说话 也停下了互相之间的议论 纷纷好奇地看着他 这第一句开场白 让他们很是受用 看到这些 洪云征便又继续大声说道 但如今 皇上已经下旨开海 就算是渔民 也有诸多活路 孙忠诚更是有怜悯之心 给你们一条生路 招安而等 愿为朝廷效力 则可谓官军 愿结甲归田 则设其最为民本官奉令而来 以足以民政孙忠诚之诚意 是开开心心过大年 还是来日刀兵相见 皆在许大当家一念之间 其实 说句实话 孙传亭到达福建之后 用了雷霆手段 对于贼人 该杀的杀 该抓的抓 从未手软 更没有体现出 一丝怜悯之心 不过正是由于之前的雷霆手段 所以这次洪云征 等官府高官的到来 就显得很显眼 也能让人更为珍惜 他的这番话说完之后 岸上群道不由地 又窃窃私语起来 其中原本为生计所迫的那些 则多是惊喜 这样的人并不少 而其中 就有好多是沿海渔民 就在这时 却见寨子方向过来一群人 为首那个 大声不懈道 哼 说得比唱得好听 要有诚意 为何不把人一起带过来 众人闻声看去 却认得是他们二当家的 这一见之下 不少人心中顿时有点凉了下来 如果大当家确实有招安之心的话 官府高官过来 肯定是要亲自过来迎接才好吧 边上有人把来人身份告知了参政 洪云征见此 心中也有不好的预感 不过他表面却还是保持之前那样 大声回应道 本官和同僚亲自过来 这个诚意还不够吗 要不是那几个人 大当家会同意谈判 再者说了 只要大当家能接受招安 那几个人便也一起被招安了 来与不来有何区别 听到这话 岸上的众多海盗都点头 显然赞同 对啊 朝廷要是不成心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过来 我们大当家呢 不过来才是没诚意吧 听着周边的议论 二当家的恼了 指着洪云征大声喝道 别骗人了 我们大当家说了 你们这是假意招服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不让我们上岸抢东西 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招安的心 一听这话 原本还有点淡定的康城族等人 都不由得大惊失色 巡抚大堂内讨论的军政大事 怎么这些海盗就知道了呢 洪云征自然也不例外 也是大吃一惊 不过他来了 自然有所心理准备 倒霉显得慌乱 立刻大声搏了回去道 假意招服 难道本官及诸位同僚 放着好好的官不当 到你们这里来送死 老实说吧 是不是你们许大当家 不想被招安 他一个人当海贼之首 确实逍遥 可有替这些手下想过没有 朝廷不会一直有耐心的 看着官船上的那几位官府高官 原本岸上的海盗 都有点怀疑 该不会真得说中了吧 可洪云征的一番话 却立刻又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康城族等人的惊慌 就被他们解释成 害怕许大当家 不想被招安了 二当家的一看 暗上这些手下的脸色 心中不由得很是恼怒 明明就是假意招服 怎么就没人信呢 他知道自己 说不过这些当官的 就恼羞成怒地大声下令道 不要狡辩了 来啊 把他们都抓了当人质 让官府把被抓的兄弟放回来 交换人质 洪云征一听 心中咯噔一声 不过此时毫不示弱 立刻顶上道 你们可想好了 真要自断退路 承受朝廷雷霆之怒吗 第八百一十章 主场 确实 如果连一省之参政 还有参将什么的都来招安 结果你不但不接受 反而还要把他们扣为人质 那就是针断了任何退路 朝廷也不可能再退让 招服不成 就只有打了 对于这样的后果 很多海盗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 在洪云征说完之后 一个个都有点惶恐不安 就看着二当家 希望他能改口 至少好聚好散 留条后路吧 二当家见此 却是恼羞成怒 大声立合道 还愣着干嘛 还不把他们都押去大牢 他的心腹手下 见老大发怒 便不敢怠慢 连忙答应一声 就上去抓人 哐当声音响起 洪云征闻声转头 见是两位参将 并他们的亲卫 脸上带着金锯 不过还是抽出了冰刃 似乎准备拼命 他眉头一皱 随后就摇头说道 这是贼窝 抵抗屠伤性命 我等乃是朝廷命官 看他们如何待之 量他们不敢杀人 对对对 洪大人说得对 蝼蚁尚且偷生 我等还有大好前程 不可自觉于此 康城组白了脸色 连连点头道 洪云征一听 不由地看了康城组一眼 眼神中带着鄙视之色 他压根就不是 康城组的意思 不过众贼之前 他也懒得和他计较 转回头 看着蜂拥过来的海贼 昂首挺胸 大声喝道 等休得无礼 区区牢房而已 前面带路 那些拿着刀枪 正要登上官船的海贼一听 仰头看向站在船头的他 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 似乎光辉夺目 让人油然而生敬畏之心 顿时 这些海贼不敢造次 听话地等在了那里 洪云征没有丝毫惧怕 也没有一点犹豫 大步而下官船 迎面遇见的海贼 纷纷避往两边 让出一条下船的道路 看得出来 虽为敌对方 他们却很尊重昂首而下 没有丝毫惧意的洪云征 有这种情况 其实也不奇怪 这些海贼 原本大部分都是老百姓 对于读书出身的官老爷们 天然就有一种敬佩 甚至是敬畏之心 更何况 他们眼前这位 乃是敬世老爷 还是当了一省参政的大官 历朝历代 能当官的 特别是能当大官的 长得都不会是歪瓜裂草 一般而言 一个个都是相貌堂堂的 洪云征也是如此 加上他此时身上所带的那股 无所畏惧 正气凛然的气势 这些海贼有这等反应 也在情理之中了 不只是他们 岸上看着的那些海盗 有可能对其他几个当官的 不怎妖在意 可他们却都是 纷纷佩服为首的洪云征 暗地里都竖了大拇指 给出了他们自认为最好的评价 是个爷们 马三看着这一幕 在自家兄弟中间低声赞道 信不信 这位参政大人是个好官 刀疤脸听了 点点头赞同道 我也觉得是 特别适合后面那位一比 一看就看出 参政大人肯定是个好官 呀 真是不该来的呀 什么意思 小年轻收回仰慕的目光 转头看向刀疤脸 有点诧异地问道 刀疤脸转头看向他 冲二当家那边一仰头道 招安不成 落为人质 会有什么好下场 小年轻一听 有点不解地说道 他们可是朝廷大官啊 难道官府会不管他们 至少能赎回去吧 听到这话 马三插嘴 低声说道 怎么管 官府难道会听我们这些当海盗的 还赎回去 那朝廷脸面往哪里搁 再者说了 你觉得当家的 把这几位大官扣下来 只是要钱财吗 我告诉你 真要是朝中有人 你觉得他们会被派来显殿 这事儿 招安要成了 皆大欢喜 眼下看 当家的一开始 就没打算接受招安 把他们匡骗来了 就是打着主意 要把他们当人质了 他们的下场 能好哪里去 听到这话 小年轻无语 转头看看下了官船 正被押解离开码头的那些官员 忽然 无声地叹了口气 刀疤脸一剑 转移话题 对马三笑着说道 还是马三哥知道的多 不愧是以前混过衙门的 说完之后 见小年轻还在发呆 便拍拍他的肩膀道 不要多想了 混一天是一天吧 约莫小伴的时辰之后 二当家的回到聚义厅 许香早就等候在这里 正满嘴流油地啃着一条猪蹄 看到他进去 就大笑着招呼道 如何 那些狗官们 是不是吓得屁滚尿流了 二当家的脸色有点不好看 上前端起一碗酒 也不管凉不凉 咕噜咕噜地一口喝了 他实在是感到憋屈 把碗一丢 气恼地说道 尿个屁 那些狗官一个个奸诈得很 不但不承认 反而满口胡言 我瞧着 底下的弟兄们 反而有不少 被他们给说丧气了 就好像 这不是我们的地盘 是在关崖一板 许香一听 把手中的猪蹄一丢 脸上没了笑容 大声喝问道 怎么回事 于是 二当家的 便把码头上的情况 说了一遍 特别是那些围观海盗的 神态什么的 都描述了下 他娘的 反了天了 许香听完 一脚踹在面前的桌子上 大声骂道 幸亏那桌子实在沉重 倒也没被他踢倒 许香能当海贼头子崛起 毕竟是有他的能耐的 想了一会后 他忽然大手一会道 来啊 召集兄弟们一试 老子有话要说 他一发话下去 于是 就是一阵鸡飞狗跳 很快 这个很大的巨翼厅内 或坐或站 满满的都是他手下的大小头目 看看人差不多齐了 坐在上手的许香 站了起来大声喝了一声 顿时 整个巨翼厅内就安静了下来 许香环视他的手下 大声说道 老子实话 告诉你们 岸上传来消息 这些当官的 就没按好心 并不是真心来招服我们的 说完之后 他看手下人的表情 顿时怒了 感情没几个人相信他的话 他却没想 这其实是事 基于他们以前 对于大名官员的印象说 产生的事 除非真凭实据 否则难以改变这个事 第811章 让那孙狗官看看 老子的厉害 许香气的想救人出来质问 到底谁是老大 老大说话是放屁吗 不过当他看到人太多时 最终还是忍住了 他心中很快有了决定 便大声说道 老子问你们 如果被招安了 你们还能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看到那个娘们漂亮就能抢来吗 一听这话 不少人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在没有之前的一丝不满 甚至大声呼吓回应着许香 不能 不痛快 许香见此 高兴得摆摆手 而后又大着嗓门说道 就算不在乎这些 老子在问你们 如果被招安了 你们见了那些狗官 要点头哈腰 有了什么好东西 要献给他们 你们乐意吗 你们高兴吗 不乐意 不高兴 聚义厅内 直着嗓子喊的回应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许香一见 就更是高兴了 当即一挥手 他的心腹手下见到信号 立刻抬过来好几个大箱子 放在聚义厅中间 大大小小的海贼头目 不知其意 纷纷好奇地打量着那几个大箱子 许香大步走了过去 从身边一人手中接过一个锤子 几下子就亲自动手 把挂着的锁都砸了 而后又是亲自动手 把盖子给掀开了 顿时 所有大小头目的眼睛都亮了 这几个箱子里 不出意外 竟然都是金银珠宝 当真是耀眼的很 许香把锤子一丢 伸手抓了两把金银珠宝 展示给他的手下看 同时大声说道 看到没有 你们看到没有 那些当官的 有老子的钱多吗 回头老子就把这些钱都给你们分了 要不要 要 这些海盗头目们没有丝毫地推让 立刻大声吼着回应道 距离厅内的气氛顿时火热了起来 许香也很得意 任由那些盖子先开着 他转身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 而后才大声说道 老子告诉你们 这大半年来 这海上的生意 基本上都被我们包了 我们所抢到的钱 远远不止这些 而且 老子告诉你们 只要你们跟着老子好好干 以后的钱 只会越抢越多 这些海盗 抢来的现银 其实并不占大头 一般而言 大多是货物 是需要许香安排人去岸上 让岸上的人转手卖掉 才能换到钱 也因此 这些大大小小的海贼头目 虽然知道 这大半年来的生意好了不少 可到底 赚了多少银子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 如今 一听许香的话 远超他们的预估 顿时各个喜新余色 这一年 上至浙江 下至越地 都是老子的天下 老子的传和人 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徐香开口说话 其他头目就都静静地听着 正一关最鼎盛的时候 也没有老子现在的传和人多 以后这大明的海上 老子就是王 谁不服气打谁 谁不给钱打谁 老子赚了钱 兄弟们都有的话 你们干是不干 干 众多大小头目 被金银珠宝刺激着 纷纷吼着回应道 许香听了哈哈大笑 便又大声说道 老子还告诉你们 大明开海 以后这海上会多不少船 这些船全都要给老子孝敬 要不然的话 赶在这海上走走 你们说 老子的钱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兄弟们就会越来越好 这些海盗中的大小头目 想着大当家在这一年中 趁着郑医官不在福建的机会 吞并了不少海贼 人多钱多船多 终于壮达到现在这个规模 确实可以说是海上第一势力了 大明开海这样大的事情 他们自然也知道 稍微一幻想 想着朝廷开海后 会比以前有更多的钱 这些人的目光 一个个都变红了起来 一个个狂吼着回应 附和他们大当家的了 确实 历史已经改变 许湘这个大海贼 因为蝴蝶效应 没了郑志龙的压制 趁机发展 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可以说 目前大明沿海的海盗 他许湘的实力就是第一 远超原本历史上的他了 许湘看手下的样子 得意地哈哈大笑 他就喜欢看这样的场景 等他的手下发泄了好一会后 他才摆摆手 让他的手下安静下来 而后才又大声说道 那郑医官被朝廷招安了 他的下场 你们可看到了 被朝廷调来调去 当牛做马的 连过年都回不来 乃像我们这般 你们说 还想要接受官府的招安吗 不想 去他娘的招安 把那些狗官砍了 听到手下各种各样的喊声 许湘又示意他们安静下来 而后大声说道 老七被官府压着呢 这些狗官暂时不能杀 等就出了老七 再杀几个大的狗官 给你们过过瘾 说到这里 他停了停后 脸色有点猙獰地问道 老子说了 这些狗官居心叵测 就没想着 真要招安我们 你们到底信是不信 信 这一次 众多大小头目 都一口同声地大声回应道 许湘见此 点点头道 好 官府竟然敢气到老子头上来了 老子的叔叔能忍 婶婶不能忍 老子命令 立刻出发 打他个县城下来 让他孙狗官看看 老子的厉害 听到这话 聚一厅内安静了一下 这些头目没想到 许湘竟然还要去打县城 其中有一个头目提醒道 大当家的 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 许湘一听 把眼睛一瞪 吏声喝道 大年三十怎么了 就不能去抢了 老子告诉你 就是因为大年三十 岸上的防备才弱 就是因为 今天有狗官来招安 岸上的防备才弱 老子再告诉你 老子已经事先安排了人 亦有机会 理应外合 大年三十 就好好在城里 享受享受吧 哈哈 哈哈 聚一厅内的大小头目听了 都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对他们来说 县城并不容易打 老大既然做了布置 有了把握 那这大年三十去城里过年 就真得是太爽了 当然 也有细心的头目 从许湘的话中 听出了一些别的意思 比如说 大当家的早就图谋着了 不管官府怎么个反应 其实 今天就是要去打县城的 第八百一十二章 江湖相遇 许湘已经站了起来 一脚踩在自己的椅子上 大手挥动着 大手喊道 让底下的弟兄们 都醒醒脑子 让他们知道 跟着老子 才是他们最好的出路 出发 今夜三更就能在城里 爽死他们 这些金银珠宝丢在这里 等回来了 在一起分了 聚一厅内的大小头目 轰然答应一声 就一哄而散 赶紧去准备了 不一会的功夫 聚一厅内只剩下了许湘 和他的几个心腹手下 就见他看着空荡荡的聚一厅 忽然一声冷笑道 老子都已经按照他说的做了 最好他的人能及时里应外合 那孙狗官 竟然派人来差点 把老子的手下都给哄骗了 哼 最好这次能丢官去职 要还不够的话 老子再砍几个脑袋送回去 参政 参将 嘿嘿 竟然派这些大官过来 这分粮够了吧 他的一名心腹手下听到 笑呵呵地回应道 大哥放心好了 涂他一座县城 肯定足够那狗官喝一壶了 许湘想象也是 便把自己的椅子一脚踢倒 似乎这椅子 就是孙船亭一般 而后大步而出 准备出发了 岛上已经乱成了一团 谁也没想到 大年三十的 竟然还要出去打劫 而且还是去岸上打劫 一时之间都没准备 在大大小小的头目呵斥下 过了好久 打劫去的庞大船队 才缓缓地驶出了港湾 马三等人 就在岸上目送着船队远去 喃喃自语地说道 大当家的真是疯了 不够扣留了那些大官 还要去打县城 这是完全撕破脸 以后就再没退路了 是啊 刀疤脸叹了口气道 算了 不要多想了 这事儿 我们又改变不了什么 认命吧 马三点点头 正要说话 可他又忽然发起呆来 刀疤脸 他们看到他在发呆 以为他在想 以后还是要偷偷摸摸上岸的事 他们这几个人 也看着海面 或者看着码头 或者干脆看着脚底 各自想着各自的心思 开始一起发呆 他们不知道 马三和他们的发呆 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 崇祯皇帝在大年三十 忙完事情后 吃年夜饭之前 给自己发红包 随即加入了二十个人的时候 把马三给拉进了群里 马三对着一切都新奇 看着群里的热闹 看着先前进群的人在自我介绍 忽然 他发现群里的一个 名字叫做水上飘 顿时吃了一惊 于是 他一时忘记了规矩 连忙问道 敢问下 这位水上飘 可是李大当家手下的刘金生兄弟 江湖人称水上飘的 崇祯皇帝有过新规定 新成员刚入群的时候 必须要自我介绍 其他老成员必须保持安静 不得影响新成员的自我介绍 因此 马三插入的这句话 立刻被大家都关注到了 这时候 新成员入群 有系统的提示 几乎所有成员都在线 都在看着新进来什么人 刘金生也不例外 看到了马三的话 不由的心中很是得意 天南地北地 就这么一点人 却有人能知道自己的大名 这么想着 他正想回话时忽然想起 群主是崇祯皇帝 他的旨意 可不敢不遵守 于是 就只好先憋着 准备等会介绍完了之后 再找这位新来的马三 好好聊聊天 崇祯皇帝自然也看到了 马三发出来的话 对于这个不守规矩的人 他正想警告一下时 忽然想起 水上飘就是李之奇的手下 原来是海盗 这个新进来的人 听说过刘金生 那会不会是说 这个叫马三的新人 也是海盗之一呢 这时候 北方无战事 南边那 孙传廷正派了人去和海贼谈判 崇祯皇帝想起这个聊天群系统的尿性 心中一动 索性就把刘金生和马三 拉到了一个临时群里 而后先发言问道 你们认识 刘金生一见皇帝问话 他也好奇着 就也开口问道 在下正是江湖人称水上飘的刘金生 不知兄弟是哪位 在下是许大当家 这里混的 无名小卒而已 只是听说过水上飘的威名 没想再此一见 实在是在下之荣幸 马三看见 不由得很是意外 连忙带着惊喜回应道 刘金生一听 就马上追问道 许大当家 可是许香纳斯 话语之间 并不客气 马三听了 心中苦笑 不过他也没在意 毕竟人家水上飘可是名人 以前跟着李大当家时 横行海上 和郑大当家的 都打了好多年 那时候 许大当家的实力 都不如他们两家 他这么想着 便回道 是的 崇祯皇帝旁观这一切 不由得心中大喜 系统果然没有让自己失望 他就插话问道 你是许香手下 可知道孙中成派人去招府的事情 刘金生一听 就连忙插上一句道 群主问话 老老实实地回答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 说完之后 他感觉这句话 好像在皇帝面前说出来 似乎有点不妥 便又后悔了 和贼人谈兄弟 也不知道皇帝会怎么看 谁知崇祯皇帝 并没有在意这点 他知道这是刘金生 当海贼久了 再遇到江湖中人 就用了江湖中人的口吻 他这个兵并不是真要当马三那个贼 是兄弟 此时的崇祯皇帝 在意的是昭安的事情 就补充说道 我在朝廷说得上话 也认识福建巡抚孙传廷 你句实回答 等昭安之后 可以给你安排个好去处 刘金生看见 不由的无语 您要是在朝廷上说不上话 那还有谁能说上话的 马三看了 先是一喜 随后就是懊恼 兴致低落地回答道 还招安什么 我们大当家地说 参政大人 他们都是假意招安 就在码头把他们都给抓了 这还不够 现在又带着人去岸上了 说要给孙狗 孙忠诚一个教训 说完之后 他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 就马上又补充道 我瞧着参政大人是个好官 怕是凶多吉少了 只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崇祯皇帝就已经大吃一惊了 压根没听他后面的唠叨 连忙问他话 您里面说他也是 嗯 继续 时间 重要 时间 已经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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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